近期,赵丽颖、杨幂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匠圆弄》曝光了演员阵容,颇具看点。届时,除两大十丽女演员外,我们还能期待新生代偶像易阳千玺的惊喜亮相。该剧以传统酱油酿造为背景,描绘三位女主角在《匠圆经历》中的新路历程,得益于二人出众的人气和影响力。 此次赵丽颖与杨幂首度携手合作,无疑触发了热烈讨论与期待。许多网友留言称,女神同台,太令人心动。期待两位演技派碰撞火花。赵丽颖在接受访问时,易对此表示欣喜万分。她胜赞杨幂才华横溢,我们相互促进。并承诺戏中斗志斗勇场面将十分精彩,期待大家喜爱。 既有轻视容颜的赵丽颖和杨幂担任男女主角,易阳千玺的加入则更添亮点。 这位年轻有为的演员兼歌手,凭借长安十二时辰,少年的你等佳作已在电视荧幕展露头角,她将饰演一名个性独立,坚韧不屈的青年角色。 与赵丽颖,杨幂共同塑造一部感人至深的戏剧,据了解,本剧将由知名导演操刀制作,实力派演员的鼎立助阵也为该片锦上添花。 如此豪华的阵容,无疑预示着《降严弄》必将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佳作。 易阳千玺工作室包场赵丽颖新电影《第20条》。 这部电影的创作团队包括了千玺的前辈和好朋友,这也是他们对这部电影的支持之一。 而赵丽颖作为一位拥有极高流量的演员,为电影增加了一定的关注度。 不过,我们应该专注于电影内容本身,而不是纠结于演员的流量。 营销浩们是否可以不要乱开话题,给各方带来困扰呢? 相信大部分人期待易阳千玺和赵丽颖的合作。 他们之间的友谊显而易见,而且易阳千玺还为这部电影包场。 这无疑让我们更期待这部电影的精彩表现。 不过,我们不能忽视易阳千玺对张艺谋导演的支持。 赵丽颖在过去的电影中也多次包场支持张导演的作品。 这种友情和支持是非常珍贵的,让我们更加期待他们的合作。 易阳千玺工作室包场张艺谋导演的新电影《第20条》。 去年春节档,由张艺谋导演,易阳千玺主演的《满江红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获得了45亿的票房成绩。 这也说明了大众对张导演和千玺的支持和认可。 作为观众,我们应该将目光聚焦于电影本身,关注电影所传递的价值和意义。 第20条,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和剧情是否吸引人,导演如何创作并表达自己的观点。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,而千玺和赵丽颖的参与只是电影的一部分。 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关注表面的热度和流量。 近日,亚洲电影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。 内地演员陈建斌、蒋晴琴、赵丽颖、张艺谋等前往参加。 亚洲电影大奖是由香港国际电影节、釜山国际电影节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三大亚洲国际电影节联合举办。 对亚洲电影人的影响力颇高,不要说获得奖项了。 能获得提名的演员已经一定程度上被肯定了在亚洲电影圈的实力。 而36岁的赵丽颖获得了《Alpha新时代奖》,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演员。 她代表的作品正是张艺谋指导的第20条,虽然赵丽颖在第20条里饰演的只是女三号。 但这部电影对赵丽颖而言意义非凡。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张艺谋。 不但让赵丽颖成功进入电影圈,而且接触的还是主流电影圈。 在第20条里,赵丽颖饰演一位聋哑妈妈,而且也是素颜出镜,得到了张艺谋和合作演员的夸赞。 说她蜕变成了一个新的赵丽颖,与其说这些是赵丽颖的进步,其实倒不如说。 赵丽颖完成了从流量明星到实力派的转型,这其实也是很多流量明星的梦想。 比如另一位85花鼎刘杨幂就曾经尝试过转型。 素颜出镜拍了宝贝,但可惜票房口碑失败了,她又回到了偶像剧的圈子里,除了第20条。 赵丽颖的代播作品中除了电视剧,还有陈可欣的《匠元弄》,因为在娱乐圈也是有笔试练的,电影圈高于电视剧圈。 赵丽颖虽然在电视剧圈里已经达到了顶级的地位,也是顶流女星,但她在电影圈其实还只是一个新人,而且如今她已经36岁了。 不可能演一辈子的古偶剧,赵丽颖算是比较聪明的《85花》,在进入电影圈之前,她已经为自己挑选了一条正确的路。 那就是远离流量,专注作品,虽然她凭借花千古成为流量明星,但她并不像杨幂、刘诗诗、唐嫣等《85花》那样看重曝光度。 当其他《85花》热衷于参加各种红毯活动时,赵丽颖都是很少参加,即便有出席,她也不会上台和其他《85花》一起互动。 所以,她在圈内也有赵氏孤儿的称号,因为她的不合群,但其实她和其他《85花》的不合群,只是她更快走上了那条大家都想走的路罢了。 先不说电影圈,在电视剧圈里,赵丽颖和杨幂、刘诗诗等《85花》已经拉开了距离。 当杨幂、刘诗诗还在拍一部又一部的古偶剧时,赵丽颖已经凭借风吹半下,幸福到万家成功转型实力派演员了。 这次出现在亚洲电影大奖上的内地演员中,陈建斌、蒋琴琴都是实力派演员,其实蒋琴琴还拿到了最佳女主角,去年参加亚洲电影大奖的有张艺,同样她也是影帝级的实力派演员,可想而知。 赵丽颖能参加亚洲电影大奖的含金量有多高,也足见她在主流电影成功卖出了第一部。 比起流量和曝光度,赵丽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能走得更远的道路,只见她一身金色礼服裙,搭配公主头造型,优雅华丽风采迷人。 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官博发文,Alpha新世代奖旨在表彰年轻亚洲演艺人的杰出成就。 赵丽颖在演艺事业中勇于突破自我,不断追求进步,其表现值得赞赏。 在台上,赵丽颖发表获奖感言,这个荣誉是一份激励,激励我要好好拍戏、表演,有机会会参演更多好电影。 也非常荣幸能在这个场合和大家见面,让更多前辈能认识到自己,我很热爱电影,也很热爱戏剧,更热爱表演,我是演员赵丽颖。 谢谢。 在活动采访中,她表示还想继续和张艺谋导演合作,获奖后,十日深夜,赵丽颖发微博晒出和奖杯的合照写道,感谢。 赵丽颖是我见过最励志的女明星,太喜欢她了。 我要说,我真的很佩服赵丽颖的勇气和决心,你们知道吗? 她并不是一出生就拥有璀璨星途的富二代,也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班出身,相反,她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,从小就为了生活而努力奋斗。 然而,她并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打败,反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一步步走向了成功。 赵丽颖的励志故事就像一部热血电视剧,让人看了热血沸腾,她从小就热爱表演,为了实现梦想,她选择了报考艺术院校。 然而,她的家庭条件并不允许她有太多的选择,她只能自己承担学费和生活费。 那个时候,她白天上课,晚上打工,经常忙到深夜,但是,她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,即使再苦再累,她也咬牙坚持了下来。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等待,赵丽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,她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甜美的形象,逐渐在娱乐圈展露头角,她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。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,她都能轻松驾驭,她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,她也成为了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,有人可能会说,赵丽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演员而已,她没有什么特别的。 但是,我要告诉你,她的努力故事给了无数人信心和力量,激励着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,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,只要坚持不懈,永不放弃,我们也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。 赵丽颖是我见过最励志的女明星之一,她的故事充满了正能量和启示意义。 她的成功不是偶然的,而是源于她的毅力和坚持,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,她会继续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感动。 最后我想说,赵丽颖,你太棒了,你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和偶像,继续加油吧,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,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份热情和动力,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